白便小厨房不复好时光 大家好,这里是白便小厨房 一说到进被子是让很多人都烦恼的一件事情 夏天的被子还好 尤其是冬天的被子又厚又重 就算是两个人都很难将被套快速的套上去 费了九牛二骨之力好不容易把被套套上 发现每一个脚竟然都没有对齐 真的是非常的恼火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每次不想换床单被罩 都是因为不想套被套而导致床单被罩 一拖再拖没有换掉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套被套的小妙招 就算是冬天十斤重的大棉被 我们也能在一分钟之内将它轻松的套进去 并且全程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让套出来的被子呢每一个脚都对得齐齐的 非常的简单快速 首先我们把需要套的被套呢将它拿出来 把拉链拉开之后把里面的里姿完全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再将它平铺在床面上 被套上面拉面口的位置要正好面对着我们自己 像这样将被套完全的铺平 接着把要套的被子抱过来 把这个被子将它展开 也平铺起来 平铺在被套上面 我家的这个被子呢是冬天用的八斤重的棉被 一定要让被子平铺在被套的上面 接着将被套的脚还有被子的脚一起这样抓住 被照拉链口的位置我们也要将它和被子一起这样抓得死死的 抓在一起 抓好之后我们将被子和被套往前拉一下 然后这样用力的将它对折起来 将被子这样折成三折或者是四折 接着我们先找到一个被子和被套的脚 把它死死的抓在手上 然后再用一只手从拉链口伸进去 把这两个脚抓紧 用力的往外翻 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翻起起来比较费劲的话 尤其是女性朋友觉得翻两个脚比较费事 那么我们就可以连着前面折叠起来的这个地方 一起将它从拉链口这样子翻出来 如果你用的是夏天四五斤两三斤的被子的话 那么翻起来就特别容易了 只需要抓住它的两个脚轻轻往外一拉扯就可以 因为我这个被子比较厚 因此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稍微笨重一点 这一头翻好之后 下面我们再逮住这一头 以刚才同样的方式把手伸进到拉链里面 抓住这两个脚 再把被子的其余部分也一起给它从拉链里面抓进来 这一次很轻松就抓过来了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将它依次这样翻一个面就可以 因为被我们这样折叠塞入到拉链里面的被子呢 已经和被套完全的贴合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就只需要从被罩里面一点一点的将它扯出来就可以 如果你找不到头绪的话那么可以先把两边的脚扯出来 脚扯出来之后 现在我们只需要将被套轻轻展开 别看上去好像是一团糟 其实并不是的 现在我们只需要拉住这两个脚 轻轻这样翻动一下 被子就已经完全平展了 被很好的展开了 而且四个脚都非常的贴合 现在就可以把拉链拉上来看一下了 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被子的脚呢 都贴合得非常的好 没有虚脚的情况存在 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个地方 脚呢都贴合得非常的好 像这种进被套的方式呢 只需要我们把它卷进去之后 从拉链里面将它扯出来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将它们再重新塞入到拉链里面 因为放入到拉链里面的被子和被套已经完全贴合好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 直接将外面这一层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翻过来之后 被套就是自动被完全套好的 翻过来之后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抖动一下 甚至连抖动都不用抖动 八斤重的被子全程不费一点力气 就被轻松的套上被套了 而且一个人都能轻松完成 整个过程下来也就一分钟 这样套被子的方法既快决又简单 学会之后以后套被子再也不需要两个人了 我们可以看到被套好被套的被子呢 非常的美观 贴合也非常的完美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请用您发财的销售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套被套的小妙招 方法非常的简单快速 没有任何的技巧和难度 就算是你家里面的小孩去住校了 自己以这种方式呢 也可以轻松的将被套套上了 大人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的孩子到校之后自己不会套被套了 对于套被套 你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您的好方法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那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